好,又來到我們的頭柱界面 繼續跟大家來講 接下來12月3日,星期日,沙田賽馬日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就叫做出賠率後必買之選 看看出完賠率之後,有哪隻馬直博 就跟大家來買 而至於這次我們買到的場合,就會是這場的第10場 這場第10場,就是我們的三班草尼斯加三蘭,14米的賽事 今場馬上,都非常多馬 大家可以看到,今場馬有14隻馬匹 是很多馬的場合 這麼多馬的場合,到底我們買哪一隻呢? 我們先看看,今場馬主要來說,一匹馬上熱了 這匹馬林,這次熱到的賠率都很誇張 讀贏就3.7倍,位置更加只有1.6倍 14隻馬裡面,這麼多馬都熱了 都知道,這隻馬是真的備受看好 到底這隻馬為什麼這麼備受看好呢? 我們可以先來看這隻馬林的賽事 看這隻馬到底值不值這些賠率 這隻馬林,其實在今季已經跑了3場 3場裡面,2win,一個第4的 跑那些沙田草地,14米的賽事 由4班贏到3班 賽事非常之厲害 純粹說,最近那一場,就跑第4回來輸位座 我們可以看看當時這隻馬林是怎樣輸 馬林這場馬,就排了13檔劣檔跑 這裏的就是他了 紫三,紫冒的禮物馬 紅色戰爪止血了 大家去看實際上將蔡明少是怎樣發揮他 頭段時間,大家看到這隻馬林其實都被人頂了 頂了一些包尾,尾三,尾四座的位置 這隻馬林這場馬林跑上來,其實都比較吃虧 比較被動 真的留得比較後少少 因為他當的關係 所以這場馬,其實是相當不著數 一直都在被動位置 沿途他都這樣跑的 轉彎去到入直路 這隻馬林更加是踏出去 踏到老遠 那個彎轉到這麼闊來衝 你看到這場馬 這隻馬,踏到差不多9-10 這樣 都很虧 真的很虧 又被動 但最終這隻馬林居然衝到上來 跑到第四 所以都算是這樣的 他有這樣的成績 最近都算是衝近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在接下來這場馬 成為一隻大業門 都算是正常的 其實都算是合理的 這隻馬都算是值這些賠率 因為說實際 接下來這場馬 他都強配 用麥道朗上去 用到這麼強的師傅 擺明 都是想這隻馬 在接下來這場馬 贏的 如果不是 怎麼會放麥道朗 放陳嘉喜 都可以 放楊明倫 都可以 所以這次放麥道朗 很明顯想贏的 所以你說他值不值得 成為一隻大業門 其實我覺得 叫做合理 叫做合理 不過 我覺得 接下來這場馬 買不買到他 就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始終 我認為這場馬的形勢 其實都不是很適合這隻馬林去跑的 因為這場馬 你會看到 中置營 甚至樓後的馬 都不少 而這隻馬林 這次是說排著劣當 來跑 你說他排著 很漂亮的 我覺得這隻馬 沒問題 接下來這場 其實值得 來買了 但這次他排著劣當 12檔來跑 其實我覺得他很難跑 真的 形勢很難跑 因為這次排著12檔 他肯定會被人頂 中置營 甚至後上的馬 不是少的 他被人頂的情況之下 其實這隻馬 很大機會 在接下來這場 又走著三碟 四碟 真是神仙都難救 又再次出現追不及的情況 我覺得都有這樣的可能性 因為上將 其實他都是因為排著劣當 十幾檔的關係 才導致他一路被人頂 頂在後面很被動 搞得追不及 如果上場 說真的 他不是跑得那麼被動 沒有馬 頂他 他一早就贏了 以他的充勢 所以這次 就害怕 他排12檔 和上將排13檔的情況 一模一樣 甚至是差不遠 所以導致我今場馬 對這隻馬 確保 沒有買到這匹馬 反而選了同場的另一隻 因為今場馬 看見到同場上 有另一隻冷馬 我認為是頂抵薄的 所以就薄了他 而講的馬筆 就是一隻有5.3倍位置 23倍讀贏的冷馬 也就是這隻 12號的亞洲騰王 我覺得這匹亞洲騰王 這次的倍率 是相當好分 相當直薄的 無論是讀贏 或是位置 都很好分 很值得來買 這些賠率 二十幾倍 根本上就有利益 你只計算 他的位置 我和你講 都會有賺 這隻馬 這樣的賠率 真的有利益 完全可以披露 再加上 我認為他是一隻不差的馬 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先來看看 這隻亞洲騰王 過賽職 這隻亞洲騰王 其實他今季的賽職 平平無奇 跑了三場 三場 都不能夠 入到頭三名 只不過 跑了第八 第五 第七 三場 其實都跑得不好 甚至說 他最近的賠率 都跟接下來的一場 差不多 五十幾倍 二十幾倍 又是二十幾倍 接下來的二十幾倍 他上漲都二十幾倍 那賠率好像 差不多幾 會不會又再出現 上漲的情況 輸了那些情況 因為這隻馬懶 但是 其實我覺得 這隻馬 雖然說經常性懶 但是接下來的一場 整個說法是不同 整個形勢 所有東西都不同 根本上我認為 這隻亞洲騰王 上漲是輸得不低 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看看 亞洲騰王 上漲 11月11日的時候 他怎麼跑這場 沙田草尼14米的三板賽事 艾套賴是怎樣騎 最終他怎麼跑第七 亞洲騰王 今場其實排了個 十四檔 烈檔來跑的 這裡的 就是他 紫衫白帽的 紅色箭嘴之左 大家可以看 亞洲騰王 上漲是怎樣發揮 投電時間 大家看到 基本上這隻馬 是被人頂的 頂了五疊六疊的位置 這隻馬 這隻馬 更試得膠掛 真的試得很離譜 一路被人頂 所以 迫著要留後 留到很厚的位置 這場馬 他都很被動 留了 包大背去跑 你看到 他這些位置 其實距離前領的馬 差不多十幾個馬位 距離那麼多 跟人們距離那麼多 所以你都知道 這隻馬 是被人拉遠了 今場是很被動 很不著熟 沿途他還要不斷地跑 沿途不斷地被動 他去到轉彎入直路 要怎樣呢 你問他要怎樣呢 他不踏出去 就唯有在裡面來衝 但是 無奈地 裡面馬多 你都要找位 這隻亞洲騰王 是要不斷找位 再加上 今場馬 你看到的捕捉時間 其實都不是快捕捉 今場馬都是偏慢捕捉的賽事 你會看到 頭600米 還有35秒74 這些時間 比表演時間慢 慢 萬足0.39秒 慢那麼多 肯定不理他追 但是居然這隻亞洲騰王 最終都能夠 有個勢 衝上來 你看其實這隻馬 最後追到幾步 追到幾步 這隻馬 很慢步速 其實真的不是這麼來追 但是他都能夠 跑近馬群 追上來 衝勢叫做很好 所以我覺得這隻亞洲騰王 其實上陣的這些表現 是說不差的 這些第七的表現 是說不差的 甚至說之前 10月22日 第五的這些表現 都是不差的 這場馬他輸什麼呢 又是輸了一些被動 你看看 亞洲騰王 今場馬 又是排11檔 劣檔來對跑 這裡是這隻 紫山白帽 這隻馬 紅色戰爪至於左 大家看看 今場馬 他也是被人頂的 你看得到 因為排列代關係 被人頂頂在三頁的位置 基本上這隻馬 又是沿途虧了 虧到很交關的 根本上 都完全不理他 來跑 沿途他還敢走 一直都敢虧 去到轉彎 入直路 又是要找位 今場馬 他又不是這麼找到位 又是要左穿有插 再加上 他扯又扯得出 這隻馬 你這樣看他 都扯到差不多 七八疊 這樣 都比較虧一點 又是因為被動的關係 所以導致他輸 但居然你看看 他最後的衝勢 這一場馬 他又衝得好 他不是衝得不好 你看看 最後這隻馬 又是追到上來 追到幾步 湧上來 最終跑過第五 所以我覺得 這隻亞洲騰王 最近連續兩張 都衝得不錯 他這些表現其實不差 雖然說 跑不了入格 但是我認為 他追到幾步 有個勢 純粹說 輸個裂檔 輸個檔位 但是 接下來的這場馬 這隻馬 其實整個形勢 整個配搭 所有條件 都不同 大家看看 這隻亞洲騰王 接下來這場 居然能夠排到四檔 這隻馬 排到四檔 我相信他不像上兩張 要留到這麼後 在那些十二十三位 這場馬 其實他可以跟前 這隻馬 你看看 之前贏馬的跑法 他說可以在那些三四位 甚至有六七位 來跑 這次排到四檔 其實他可以跟前 用回贏馬跑法 來跑 如果他能夠用回贏馬跑法 跟到六七位 來跑的話 其實我認為這隻馬 絕對有望 因為不需要輸被動 不再出現被動的情況 所以這場馬 我覺得這隻馬 是挺值得來買的 再加上 這隻馬 這次也換人 不再用什麼 艾道拿 艾道拿 根本就不會贏這隻馬 這次換人 換誰 換到田達安上去 田達安就不同了 這個騎士 因為會贏這隻馬 是吧 贏過這隻馬 會騎這隻馬 所以我覺得 這次放到田達安上去的話 其實是比較放心的 這隻馬放到田達安上去的話 其實是比較放心的 所以這次用回贏馬配搭 我覺得隨時是保重的 雖然那個賠率 冷一點 二十幾倍 好像沒什麼希望 但是我覺得這些馬不是的 這些馬是最近有走勢的馬 來這一場 變一變的檔位 換一換的配搭 我認為可以是來這裡買回 因為形勢很適合這隻馬 那些實力馬 金場馬 其實是 反而變成劣當的 這隻是變成好檔的 所以我覺得 金場馬可以薄爛 來試一試這些馬 趁它有賠率 條件有好 就來對試回 所以金場馬我們會選這隻馬 來對試試 好了 說完金場馬 我們會買到哪匹馬 之後 就來對講我們的投注策略 這次我們會買到的彩池 就是獨贏及衛自己的彩池 用一邊三邊的方式 來對買這匹馬 這樣就可以了 博一博這些這麼好分的冷馬 這次我們就是這樣買 如果大家同路的話 不妨試試試看它 在接下來的這個賽馬日 希望大家一起贏錢 我都祝大家贏多一點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今天大家記得subscribe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還有share我們的video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